三个人 两个状态 两个状态 两个羊肉 一个爪子 这个咱们能够下来 哪个做一晚上做个店吃的就不回来 咱们说那个男的不好不好 别人做不好就是他好 别人不好 别人做四十几点烧烤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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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主要都是三四十块钱一斤 两个怎么烤 你在哪个店里出的 都别说他两个 好不好别说 那种点两串的多不多 第一次一的 换赚钱的人他起报率就得好便宜啊 摸摸便宜他的行贵了 他可不货赚钱的 他吃生活东西的贵 他连活水的贵 那你这服务意识不行吗 我不是买服务 我是买 我是买我的口碑 买我的名气 买我的味道 我不是买服务的 叶子货的服务哈 他们的叶子货 这个鸡爪子这一个人一个 十块钱一圈 两个爪子都接近七块钱了 限量的这个 限量不行了 限量都吃这的房子怎么办呢 300元可以把饭回那里又吃了就够了吧 那怎么着是尊重 点一字就是尊重 不点够 本身那个炭脑子 他考的一直很慢 那专门考虑 专门考虑 后面来的人他吃不吃 阿姨有没有人说他厉害了 有人说 那厉害不厉害怎么办呢 不厉害我要养儿子 要养那个要吃饭的不厉害 我不厉害的话 我一个人我老公吃了这么多年 我一个人要把那个事情做下来 我不厉害那一碗饭吃不下去的 一般的人是吃不下去的 叔叔去世多少年了 老公也吃了快30年了 还带个儿子要吃饭哪里喝 哪个跟你养儿子 哪个跟你养脱油瓶呢 谁个跟你养啊 自己生的自己养 我打货 竞货 弄货都是我一个人 这是我男命拼来的钱 大年30都是年 以后在这里是生意很好 30年没休息过吗 没有 40多年没休息过 休息干什么 这就是我的工作 有钱有寄托啊 钱都困天人的精神啊 你要到武汉不吃户人家 你就感到很遗憾了 他说 必须吃 必须吃 他们一拨个钱没去要烧 差不多烧10天 省一个个礼拜 他就拨八个钱 我一晚上用拨八个钱呢 那不好吃啊 要用啥就觉得就在一拨 一拨八个钱呢 来 菊花炭 板炭 这是最好的炭 这是烧烤中的最好的炭 这的成本高 这的成本很高 老顾客可不可以吃两块酒呀 那屋客一般都会 有手指的有小人的都会 然后把手指起两条的就起一会 电话我都不跟他抢 没 那你能做的人 还跟你很高气 懂不得 那我抢了 你觉得好多气 觉得不好就无气 不能拿钱买这瘦啊 真的还在这 阿姨啊 你这盘子得有40多年了吧 他跟着我 我做钱他还跟着我 阿姨现在还是只卖那个 贵的水 便宜的水平卖吗 那怎么说 只拿水便宜 还有3块8块 就是一顿 什么东西都有好又怪 看得怎么消费 凭自己能的来 你玩手机还一碗的了 还几千的还几拨的 看得怎么玩的 某个小房工 我是在桥底啊 那里我我烧的个流浪狗 以前你那个花花呢 都在桥底下 没带回来啊 太多了 你叫我带水过来啊 那一带要带几多了 那不成的 那辣的 我打的是烤沙烤 还是养狗啊 天天给他们吃啊 天天就会吗 我天天早上打货啊 天天早上打货的 外人觉得 把骨头送来去 给他们吃啊 我跟你说 他那个养狗子 狗子跟个人一样 他也没想到好 他只能自己吃的 自己省着吃的 给他们吃 看一下啊 这是六串鸡爪的量 美不美 个个都非常肥 非常大 先给大家编一个 一口梭啊 他这个卤的特别特别的烂 但是他烤出来 他又不变形 就是没脱形 这个鸡爪也选了那种 比较肥的鸡爪 这个肥肠是四块钱一串 看起来比较精致 但是它全部是折起来这种穿的 不像别人斩开穿 好吃 半排的 你去四块钱一串 吃吃就像吃鸭肠牛肚的那种感觉 这个饼就是外苏里的 不像好多烤饼 烤得特别烫